體力不知只能在水上待遇 或者被海流往外帶迷失方向 立場SUP入門門檻低 卻隱藏不少危險 海巡署接獲通報 三年以來就回87人 事故憑傳檢委也要出手調查 主要點出獨木舟和SUP合併管理不恰當 也要求要滾動式檢討規範 獨木舟還可以吃水還有水線 那SUP幾乎沒有最多一個墮 然後它被風怎麼樣吹 最怕是離岸風 別忘了風平浪靜 等一下就雷擊了 有沒有可能午後雷震 我們又站著 在海上很容易被雷擊 不過任是海域環境專業知識不足 都得依扣就煉 SUP秉級就煉發咒術 從107年度200張 109年度667張 到111年度攀升到1257張 但目前不只沒規範帶團 要有就煉證 針對下板也沒有其他規定 規定你是教練帶團 你不能用充氣的SUP 你必須要花炮的 你必須要取得救生員 救生員的執照 包含風平浪靜 你會不會滑倒撞到旁邊的礁石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很有經驗的教練 他們大概都會做得很好 專家強調沒有一定安全 或是危險的水域 除了穿救生衣 也要評估能力選擇場域 同時相關法規也得盡快更上 讓學域遊戲更安全 巴掀家庭張凱 一台北從謀動 雖然是暗藏風險 但是SUP大行其道不是沒有原因的 樂趣十足 而且進入門檻低 這時候我們就要來找一個平衡點 能不能玩出樂趣也玩出安全呢 很多的SUP團琳琅滿目 怎麼樣挑才安全 其實分級很重要 分級的課程必須要有 初學者建議在平靜的水域裡面練習 上手之後能夠來到附近的海域 另外要學會防逆自救的課程 避免緊張過度 連要救都難 教練就提醒了 不論什麼團必須要注意 有所謂的保命三寶 腳繩還有救生衣 以及哨子缺一不可 百名SUP愛好者繞行基隆 與場面相當壯觀 在未來海洋上有鎮著海風陪上美景 但這是經驗豐富者限定參與 沒玩過的 但是記得我們也是第一次 要來體驗SUP 所以教練是帶我們來到 相對平靜的開放水域裡面 來練習 而我們現在就要來挑戰 看能不能邊站邊滑 雖然落海無數次 短短兩個小時內 還是挑戰成功 毫無經驗的 會在平靜水域開始練習 接著才會到開放水域 下一階段到近海進階的 才能有繞島等行程 但還是得要具備 不怕水基本的體能 另外也要完全遵仇 教練指示 哪些地方會有所謂的暗流 或是今天的浪況 或是今天的天氣的風向 然後流速去做 精準跟專業的判斷 然後再說適合不適合 今天我們要滑到距離大概多遠 那你沒有腳繩 你是沒有辦法把板子拉回到自己的身邊 那這個時候 你就沒有救生的東西 讓你 就沒有一個很大型的扶具 讓你去支撐 開明環境 含有季節都很重要 以台灣盛行的熱門地 新北宜蘭SUP建議5到9月 9月後 東北季風來襲 風浪也會變得比較大 而清水斷崖還可以到10月 指日月潭等地方 幾乎全年都可以 但如果真的發生意外 當這個逆者沒有意識的時候 我們要做這樣的動作 然後把它翻上去之後 再把它的腳和人整個扳直 救膩自救的那個動作 就是你如何上板 或是你如何落水之後 你應該要有什麼的防禦措施 除了SUP也有防膩自救課程 水母飄 仰飄 抬頭蛙等等都有 就怕意外發生 學員緊張也增加救援難度 得先具備基本的自救能力 才能大幅提升安全度 把學員暫停就喊一心北朝暴動 民生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